然后底下我们来看一下事件 以及第四的绑定 还有state state的状态也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代码 002.html 然后这边去烤这三个库过来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都用bootstrip 所以bootstrip不需要就不烤了 然后上面是这个 把这个烤过来 Ctrl C 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 要把这个烤过来 因为大家熟了的话 我就直接拷贝了 从这把这个东西拿回来 这是什么鬼 然后上面呢 这我们要定义 我们定义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回定义简单一点 就是class 叫camp1吧 然后extend extend react component 然后constructor props super props 还是这堆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要做啥呢 首先呢 这个底下这么样做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CMP1了 对吧 必然是这个东西 它渲染完了以后 它上不能出来 好 我们首先呢 要做 就是在这底下做一个 这个CMP里面 我们要做一个input的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你做input的 然后我们还想显示别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 我们想做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有一个数 我们只要一自加 它就一点呢 它就能自加 底下有个button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写成什么样子 首先写成input 这是input的 type等于button 然后value的话 我们在这等于 它就写个加1就完了 反正就是加1嘛 然后这底下 这底下怎么写 我们这要显示什么 首先我们这能不能写 onclick 事件怎么写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在react里面 一个事件怎么写 我们这先不写东西啊 我们就直接 哪里说我这有一个 let 等于5 好吧 然后我在这显示 我们这个东西 a显示出来 这可以吧 然后每次 在这onclick的时候 我们正常原来写 这个地方可以写a++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对不对啊 什么都没出来 所以是报错了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报错是我故意弄的 它给你报了一个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错是什么 未来你们见到这个错的话 你们就知道了 你见到这个错的时候 是super expression must answer or function not undefined 错误的位置在哪呢 所以它错误的地方 其实在这 就这个地方 你 等会我看一下 对 这个地方 你 你 这个地方 你不能用这个 小写的onclick 你要把它改成 大写的onclick 就是小写的onclick 在这是不能用的 你必须把它改成 大写的onclick 你把它改成 大写的onclick 你再刷 他还在报这个 那等会 好像有 某其他的地方 在报错 这个地方不能写成这样吗 那这个地方我们改一下 这是d4.a 等于5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直接放个d4.a 哦 superexpression 嗯 等会我看一下 d4.a 这都没错 感觉好像某个地方 像是某个地方有个拼写错 带我来仔细看一看 type value 加1 onclick 好吧 那算了 我直接按正确方式写吧 所以首先第一个 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问题啊 本来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错误的写法是什么样子 然后 他蹦出来的这个东西竟然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onclick这个问题 你不能写成onclick 必须写成 大写的这个onclick 必须写成这样 而且你写成这样的话呢 那么 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说 写成这样的话 它是那种原始的 它其实是 add event listener的那种方式 它不是直接挂在 onclick上挂一个方式的模式 所以我在这 故意给你写了一个 这我给你写了一个字符串 因为在小写的时候 onclick的时候 是可以这么写的 可以直接写一句java script 那它就运行的一句java script 但是在这的时候 你是不能这么写的 所以第二个来讲的 第二个来讲 就是你必须写成 d4.a 本地的 以及 并且 onclick 后边这个等于 后边的东西 它必须是一个函数 它不能是 它不能是什么 它不能是一个字符串 好 它不能是字符串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就只能 建一个东西了 我叫fn 建一个fn以后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因为我上面是有个d4.a 看见了 上面有个d4.a 底下的状态 我就还是d4.a 加加 我写成d4.a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我要改 我就不能写成 字符串了 这个地方我就得写成一个 括号 然后是d4.fn 只写fn 不写fn的 那个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的效果是什么 它如果那个地方还报错的话 好像就是 这个真的是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打错了 应该是 我应该 难道是 难道是这个地方 component super super class non-define super class non-define 看一下 它出现在哪个地方 heerend 好像是这个地方 错了 啊 所以其实这么说 react里面有时 这报错 你得猜猜 好 这东西出来了 但是你看 这已经到这了 我刚才刷出来 这已经刷出来 这个没问题了 这个是刷出来的 d4.a 这是等于5 然后d4 你每次掉 d4.a 让我一点 好 报错出来了 看一下这报错 说的是什么 他说 cannot read property a of undefine 好 这句话 我们其实非常 非常熟悉 他说的就是这句话 看d4.a 他说d4 他不认识 为什么d4 不认识呢 好 学过d4的同学 应该知道 d4是 被处处化成什么 是谁掉 他 d4就是谁 他跟你在写进去的时候 状态无关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是事件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是回掉 这个方式是说 我把这个d4.fn 给上去以后 给到这个 事件的系统里面去 但是我给到事件以后 等调容他的时候 是系统在调容 我点的时候 是系统在调容 系统在调容的时候 系统没有d4 对吗 系统没有d4的话 那么其实 他是拿不到cmp1的 也就是他不是在cmp1里面调用的 那么不是在cmp1里调用 这个d4是没有的 能理解吧 这个原来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那么在es6里 有一种新的写法 es6里新的写法是什么 3就是d4的丢失 因为是gs引擎 调用 因为是gs引擎 在调用相应的fn 所以d4 无法正确注释化 那他无法正确注释化怎么办 那我们有一个写法 我们这个写法是es6的写法 那es6里怎么写 我们当然原来有一办法 就是apply对吧 我们apply 然后强制性的把d4当参数传进去 那是d4就有了 但是在es6里 我们有一种新的写法 就是fn.bond bond fn.bond 然后这个是把d4给进去 就这么调 调完了以后 这个fn无论谁调用 它里边都有这个d4 把它改成什么 点 bond d4 好 我们再去刷它一下 好 这是刷 你发现 刷是能刷 但它数不变 这为什么呀 好 我们在这儿啊 每次掉的时候啊 我们打一个console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没变 d4.a 好吧 这个地方也console d4.a 好 我做完了 你看吧 每次我点完了以后 d4.a是在增加的 但上面这儿就不 这儿就出不来 见鬼吧 我说一下为什么 这就是 其实来讲就是整个react和view的一个区别 view是说你绑定的数据 只要数据更新 我相应的这个东西就要更新 当然来讲 它的响应是 是有它的一个原理 它的响应其实是 放在老的view的版本 其实是用的 是用的watcher 然后就是说 你当去改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会触发一个set和getter 然后setter和getter里面去触发watch 去更新view上的这些内容 但是react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复杂 react的办法就是 我就是不改 我就是不改 就是你数据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渲染的时候 我当在这次掉入渲染的时候 我把这个东西掉上去了 我写了一次 等你改了以后 我没有义务跟着你变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说 你拿着一个 比如你去拍了一段视频 那么你抖音 比如你拍了一段视频 然后比如拍了一段街道的效果 然后某一天 那个街道 比如重新的修整了一下 树重新弄了一下 然后这个杆子 比如栏杆或者什么 重新刷了一下漆 甚至倒重新修了一下 变得好看了 但是你的视频 你录的那段视频 是不会自动更新成新的状态的 能理解这个状态吗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更新成新的状态 怎么办 就是那个人修完录以后 要告诉你一声 录被更新了 你要不要重新拍一遍 如果你拿着抖音 你再拍一遍 OK 再拍出来的就是新的 这个比喻的关系 能明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